再來 我想要請教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美織是不是等於來織 第二個問題 我想農業的指揮 你要特別注意 我所有跟養殖學會都很好 他們都告訴我 不怕美織 只怕來織 再來第三個問題 我們台灣要求我們的織肉不要有瘦肉精 要領鹼吃 你們為何要用來織來打台灣的台灣人 你用雙重標準 現在是你有保守 養殖婦沒有幫你抗爭 因為你保守這麼強 再來第四點 我要請教 為何不開放來織 美國就會生氣 第五點 為何不開放來織 我們台灣就無法親自CPTPP 這是什麼樓形 府委員 你這個不要對國民黨走 你這個對國民黨走 你會好國民黨害羞 我跟你講 你這個啦 不要對國民黨走 我不是啦 我是請教 我把事件李清 他自己就變來變去 你看那個主力輪 我承認你的手法 我還幫你請教一下 如果不開放核災食品 如果不開放核災食品 那一部分讓我們假設CPTPP 他是指導國 好啦 那個委員 我跟你說齁 你看看你描述的佣地豪 你問我 都 他嫁 他都沒受害到 他點 委員 你如果出地吃牛排 你看看大家也點美國牛排 對一萬 八千斗 現在六萬四千斗 就是這樣 所以齁 同一個標準 你跟你的鄉親說啦 委員 你說齁 台灣一定要做世界無益 就要照國際標準 你看看 人 國際收我們的往來 日本那邊也有收 中國說不可以 你看看 我們也很慘 所以不可以 我說話我不是要堆下去走 我今天是要跟你探討一個問題 有啦 我 跟委員說 當初 國民黨執政者說 開放 美牛要進口 結果你們說來年 連理子那地在野黨的民進黨是怎麼反對 好 委員 當初 您說 各事實反對 美國牛 美國支 你今天再說好 永遠是三道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 得理是在這裡 委員 委員 等一下 委員 你不就讓我回答一下 意思是說 當時我們反對 但 聯合國 公佈標準 我就是當主席 馬上 民進黨 就全部說我們接受這樣 所以 馬政府 進口來牛 進口到進 九年了 沒事情 所以進 總統那個情形 我們都很了解 對 我說今天就是你 這樣亂緣 在 林董初 他三重標準 在 所以今天 大家 你有做我今天沒有做 這樣就覺得我不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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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在這裡 國際標準 一個出來 民進黨 就叫國際標準 我就是當時的主席 你看 你說亂緣 就是 國民黨 拿到地瓜 地心 在這裡 沒有 那就是亂緣 你 國民黨說 國際標準 你們一直沒有想像 過去了 不是不是 可以調原來的 委員 那時候國際標準要不公佈 國際標準 一個公佈 7月5號公佈 7月6號 我就是民進黨的主席 我就選擇 接受國際標準 委員你查看 委員補強幾個所謂 在2012 康德斯電標準 現在全世界 一百公佈的國家 都按這個標準 在行 第二 委員你關心地下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清楚標示 我們特別調地說 國來不要用 讓國外的母親 可以去賣 結果因為清楚標示 之後 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都要按台灣的地下 所以我們的自給率 台灣到九十三 這個我都相信 但是 地價是有氣有努 我們也知道 我們這個情形 你考慮之後 我們的外甦又增加 大家有這個觀念 因為台灣的吃肉 是沒有瘦肉精 零減吃的 這點要特別注意 世界物價在上漲之中 我們的地肉是我們的企業長 剛好這段時期 這段時期 你剛好吃肉 漲價長得對 好嗎 委員 因為你是公立的 所以我才跟你說 你說那個 不要賠了服務人 又側兵 這有力 不能讓國民黨 動作起床 不是 我說你民進黨 不是 讓美國跟日本 賠了服務人 又側兵 跟你說說什麼 好今天這個到此為止 可有時間很短 你等於說 鄉親聽 鄉親會說 你叫 叫你不要對國民黨走 現在我請 我不會對你走 但是我講 你不會對國民黨走 我講得利益了 好 現在請王部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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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但是南向的政策 啊 我們平均一年的 才一千一百一十八億美元 而且黨民的港 黨民的港 所謂的意思 那新南向政策 要來取代RCEP 看起來成效不怎麼好呢 第一個齁 那個RCEP 現在看起來明年會生效 那當時呢 RCEP簽署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有去做評估 也找產業界來做了解 那產業界第一個也了解到 因為RCEP 那中國在裡面 大家也覺得 這個不要爭取 第二個 他的相關的關稅坦白講 他不是一個高標準的 我真的強調的一點就是 我們用新南向的政策 來替代RCEP 但是我們成效不怎麼好 我希望你要再加油母義 是 因為我們看出來 好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我今天看著報索出來 說我們跟中國大陸 十月份 我們貿易的順差 台灣市 順差了 一千三百四億美元 那現在ECFA 到今年就要告知了 你有注意到這個政策嗎 我們勝差是 將近一千到十月份為止 一千四百億的美元 那因為 現在兩岸的情勢 那麼嚴峻 幾乎要到動刀動武的時候 正把ECFA取消掉 他們說為什麼要取消 要棄台灣話 棄台灣話 因為我們勝差是 最大的勝差來源 是中國大陸 其 台灣話 避免中國大陸的產業 被台灣控制下來 你有什麼運用之道 如果ECFA 把你取消掉 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齁 事實上我們到中國大陸的出口 光半導體就佔了快一半 那這個半導體其實是一個 我們主要還是賣給美國在中國這邊組裝製造 比如說iPhone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賣過去在這邊組裝 賣到全世界 坦白講這是一個兩岸分工 其實對中國大陸也是有利的事情 另外我們的傳產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協助他讓他們的 產業可以有這個相關的機器 稍微注意一下 現在都是IC晶片的指導社學外銷 因為這全世界的公用量 彼此都非常之意晶片 是一個國安問題 所以再下來 我要向他請教一下 那個關於台積電 要把私事交給美國 我只注意你一個問題 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不說 美國必須是交商業經營運用製造 台積電 你跟人說 航商自選考量 你讓台積電自生自滅 但是你跟人說的是重點 我很注意你講這個話 你忽略各國官是台海的議題 為什麼你會突然講出這一句話 應該不是這樣講齁 沒有沒有沒有 報紙寫得清清楚楚的 這個都是報紙的講法齁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講法 我們的講法是說 我們其實跟業界 第一個都有充分的溝通 交換過意見 那業界也知道 如果這個部分 他們會去交 但是如果有商業機密的部分 他們會有所保佑 現在你都說美國不會欺騙啊 但是我從台積電的講話 大家可以說是被迫的自業線 就是商業失去 美國力量太大 因為坦白講 就是在半導體的產業 美國也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一個 客戶跟來源地 你講了各國官是台海議題 我是針對這一句話 那經濟學人講 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經濟學人的資格也講 台灣晶片供應鏈斷鏈 會影響明年前球 經濟成長的主要事件之一 再來有一個人呼應你 美國海軍部長有提到 中國大陸是美國最大威脅 若中國大陸以和平或軍事手段接管台灣 將對美國經濟安全與全球經濟 穩定造成一個嚴重的影響 那今天的報紙 立基電也講 台海若打仗全世界癱瘓 所謂半導體是國安的問題 進來電我很擔心 我沒有強力的支持台積電 台積電我看起來 大概十年之內 一二十年之內 會被決體瓜分掉 不是 我們政府是非常非常支持 半導體在台灣 甚至高階製造 都在台灣持續的投資 那這個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所有都這麼講 但是我三次在經濟委員執行裡面 我談到美國的現場 好好的看那一本事好不好 要把台灣的半導體 所以派地位要很穩固穩固的行動 是 是 因為有人分析 美國為什麼這麼做 他說怕中國大陸如果和平跟軍事手段來 掌管台灣的時候 台積電整個被掌握下來 所以美國派一定要要求誰去投資 誰怎麼樣 把實際交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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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院長 謝謝陳委員 來 請回座 來請回座 谢谢大家